地价税在11月份开征 地方税务局提醒如果有适用优惠税率 或是减免的民众 务必在9月22号前向税捐机关提出申请 而当年度的地价税才可以享有优惠的税率 今年9月22号适逢假日因此申请的日期 得以顺延到9月23号 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以确保自身的权益 地价税在11月份开征 地方税务局提醒如果有适用优惠税率 或者是减免的民众 务必要在9月22号前向税捐机关提出申请 当年度的地价税才可以享有优惠税率 我们地价税是在11月份开征 一次缴纳是一整年的地价税 我们民众如果有符合到 我们地价税各项的优惠税率 或者是减免的规定 那一定要在当年的9月22号以前 向所属各地的地方税基政机关提出申请 才有办法在当年度适用 如果预期申请的话 就只能在次年才可以适用 那我先举例以民众最关心的自用住宅 用地税率来说啦 那它的税率是千分之二 那跟我们一般用地税率千分之十跟累进到千分之五十五 相差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 那如果说土地有符合啊 就土地所有人配偶或是仔细清楚有半郡户籍登记 那没有供出租或营业使用 而且那个土地上面的建物也是 本人配偶或仔细清楚所有 在符合这些条件下 同时也要在9月22号当之以前 那向我们提出申请当年度才有办法适用 7年9月22号适逢假日 因此申请日期得以顺延到9月23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以确保自身的权益 有任何税务问题也可以向花莲县地方税务局来洽询 解轮会欢迎室报导